OK好了 那我们呢就在很特别的哈兹节 今天是公众假期 对了要跟大家讲一声哈兹节快乐 那我们的EMCO顺利的结束了 就起码没有大面积的这个继续实行EMCO 那么对于马股的投资者来讲呢 会有松了半口气的感觉了 我不敢说松了一口气 因为疫情反反复复有可能还是会继续干扰很多工厂的生产 群聚感染的爆发这样子的嘛 昨天我们是星期一马股在我们的EMCO 在7月16号正式结束之后 那就第一个交易日了 OK 大家看到我们写的主题了 就是关于我们投资股票 当然我们是从价值投资者 从基本分析的角度呢 去跟大家讲一讲 如何提高这个胜算 就我们是怎么去电量 怎么去衡量 我们在股市里面做的事情 是不是属于盈面高的那一方 那这个东西呢 会对很多的经验上浅的投资者呢 就不是完全的新手啊 我讲的这个部分呢 反而是需要你有点经验的 其实我是想告诉那些 在股市里面 滚来滚去都没有什么赚到钱的朋友们 跟大家讲一些 这个可能会对你的这个股票投资有所改善的一些看法吧 对吗 因为我们毕竟都是过来人呢 做来做去都好像在原地踏步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然后好像很勤劳啊 在股市里面 这边又听听直播 那边又看看 whatsapp group telegram group 然后那边再看看 youtube有什么股票可以获得推荐啊 so好像很做了很多功课 但是都可能哈 就是没有什么赚到钱那种情况 这种情形我不懂有多少的朋友呢 会遇到这种瓶颈 这个是投资成长过程里面的 必经之路来的 那我觉得对于经验上浅的朋友们呢 会很容易遇到这个问题的 我们就这边经验上浅 就不是说就刚刚进来的 可能就是已经有了几年的 这个投资经验的朋友们都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 大概给你几年时间的话 三年五年就应该是 这个瓶颈出现的时候的了 根据我们的过去经验 所以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毕竟我自己也是在股市里面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去滚了一 滚了一大轮上上下下这样子 so很激烈的又上又下的 那么是没有大的收获的 经验呢故事就很多 所以现在就很能吹 对不对 很能讲很会讲 但是在我自己在马股的前十年的这个操作里面呢 就真的蛮惭愧的 我没有累积到大量的财富 上上下下很大 数字滚动很大 trading amount很大 给的那个水钱很多 给了这个股票行的水钱 我看了我都心痛 哇塞 怎么回事啊 帮股票行打工啊 真正就是帮股票行打工的那个感觉 so在几年前我们开始也是在这边 跟大家开始看到我们每个星期都给大家讲课 那我讲了好多次的了 每个星期都在这边 跟大家讲一些跟基本投资 基本分析啊 价值投资啊 有关联的那些可能是想法 可能是案例 可能是具体做法 目的呢也是 我不断的在提醒自己 对吗 也在大家的见证底下呢 我不能够再走回头路 我不能够再用那种无效的方法 我要用这个 我现在这个 从内心深处相信的这个价值投资的做法呢 去实践 然后去坚持 因为你不是说我这个星期 我是100%信奉价值投资的这个星期 对吧 求求你股市给我赚点钱吧 然后如果没有赚到的话 我下个星期我又转回去信别的门派了 对 不能够这样子的 但是中间会有很多的这个空虚的时光啊 比如在最近这两个月 马股的五穷六决这两个月里面呢 我自己本身呢 比较多的 我是在防守罢了 那因为我们 在官派这边的学员们 无论你是Value Farm或者是BIS课程的学生 你都听过David老师 李永安老师 还有Ms.Hugh跟你们讲解这个相对收益的概念 最近的这两个月综合指数 从这个五月份 六月开始啊 从差不多1600点掉了下来 五月份其实 四月尾是1600点的 五月头的时候还是在1600点的这个位置的 然后现在跌到1500点的这个位置 那综合指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跌了100点 那你可以算综合指数大概跌了多少% 我们可以在这边算一算 对吗 直接用个月线图就可以了 Monthly chart Ok 五月份的时候 1583点 最后一个交易日 5月31号 然后呢 六月份跌了这个3.22% 然后五月份其实也跌了 1.13% 然后对不起应该从四月份开始算了 四月份是你看四月三十号是 1601点 1600点 对了到这个六月三十号 到现在跌了100点 那就虽然不到10%了 因为你160点才是10% 那这个跌幅如果我自己的投资组合 我跌的比这个综合指数来的少的话呢 我就其实是已经暂时跑赢综合指数的了 那只要我在综合指数跌的时候 我自己的投资组合跌的比综合指数少 那我就有机会在下一轮对吗 股市继续有向上走的时候呢 我手上持有的这个股票呢 就有机会给我带来更高的这个回报 at least这两个月的这个股市的回车呢 我防守成功了 之类这样子的 so这个是谈一谈关于防守方面的 谈一谈关于那个相对收益方面的 相对收益的那个概念呢 对于一些投资新手来讲呢 可能好没有听过 还可以这样子算了吗 以后有机会再讲 以后有机会再讲 我们继续讨论如何提高我们的 这个在股市里面的胜算 或者说是我怎么可以具体的感知的到 我自己有没有在做对的事情 能够让我自己在股市里面的胜算 保持在一个高的水平 就不像不要像那种赌博的那种 50对50的那种感觉 说这个东西呢我们要提一提 所以我就说这个适合有了一定的经验 可能在股市有三五年的经验 但是发现自己呢好像在原地踏步的 然后很勤劳到处打听消息 然后又做了好多的功课 听了很多的股票啊 但是好像又没有什么赚到钱 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现在就来聊聊这个问题了好吗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的话呢就要给一个点赞呢 然后呢这个问题的讨论呢 我相信对很多的有一定经验的股市的投资者呢 是有帮助的 所以呢也恳请大家呢 在点赞之余呢帮我们将这个视频呢 转发出去咯 让更多的马股投资者呢可以少走 少走多一点的冤网路 不要像我用了十年时间去转了一大圈 然后才发现还是要脚踏实地 还是要老老实实这样子 这几年的我自己的改变在这边 大家也就每个星期在这边 有你们在监督着我 那我没有干那种危险的事情 没有干蠢事呢那这几年我自己的 马股的投资呢是 我认为我做出来的成绩呢是好过 我以前在那边每天很忙的那个时候的 那我觉得我继续坚持这个方向走下去的话呢 肯定我会去到我要的目标 无论是财富自由 无论是提早退休 无论是这个每次跟大家讲的六位数字的股息 有没有可能啊 所以我知道我是在向这个方向去走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每个星期在这边呢 就保持这个沟通了对吗 跟大家讲讲心灵鸡汤啊 好像这两个月没有什么行情 所以没有什么行没有什么行情的话 其实我在防守我的投资组合的同时 我在观察有没有更好的机会 这两个月那些股票慢慢慢慢 这样子掉下来的那种情况啊 我讲的是好股啊 其实是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价值呢 浮现出来的 对吗 所以 两个就如果说一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做生意啊讲的做生意 你不可能每个月都是好行情的嘛 如果一年的时间里面有两个月行情 妈妈得对吗 没有什么行情 你就是在那边原地踏步 你的生意可能暂时要停一停顿啊 那也不代表今年就失败了对吗 如果今年的综合指数跌了10% 你没赚没亏 那你赢了咯 对不对 你赢过很多人呢 你赢过很多基金经理 你明白吗 所以 就 我们不能够 每天看着股市 lock in那个报价板 哇今天top volume是什么股票 哇今天top gain了 什么股票涨了5% 什么股票涨了10% 什么股票limit out 哎呦怎么我没有买到的 对吗 不可能每个生的股票都跟你跟我有关系的哦 啊这个东西呢就真的大家要学会 啊就学会放过自己了 否则的话会很痛苦的哦 对吗 哈每个生的股票都要买得到的话 那你岂不是要金金火眼的盯住股市 对吗 啊你有买跟没有买的股票 你好像 就是脑袋里面的那个讯号啊 900个上市公司 你都要接受他们的最新动态 那你就忙的不可开交了哦 你还有生活吗 你还有你的这个工作吗 你还有私人时间吗 你还有那个时间给你身边重要的人陪伴你的家庭吗 可能你就被股市 你就被股市占领了你的生活的了哦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一定 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好事情来的对吗 啊因为我以前就是那种状态的人来的啊 啊股市里面的所有风我都是24小时保持警惕的那种状态的啊 然后我就说 那这样子的生活过了10年啊 可能是我天分不够了啊 没有什么赚到大钱啊 上下波动好大啊 那然后最近这几年呢 舒服了很多了 啊 少看了很多 很多财经消息啊 学生还熟过我 你们有时候来inbox问我的 或者email进来问我的那些 啊我还需要做功课补充一下 恶补一下我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 so以前我会以前我会视这个东西为耻辱啊 哎呀老学生问我我怎么可以不知道啊 那现在我又比较坦然了 就不知道就真的不知道啊 其实我是 其实我是想刻意不要去看那么多财经消息的 关注我要的那些策略 关注我要的那些策略 关注我用的策略 有关联的那些个股那些公司 其实就已经够了了 啊那很多有就很多东西 有些时候看那些财经新闻啊 让自己保持一定的市场触觉啊 是有必要的了哈 ok 因为我还是因为我的工作 还是经常需要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 或者跟大家聊一聊啊 我要用最新的一些例子 其中在教育的工作上面 我用市场上面最新发生者的事情 来给大家举例讲解 这个是我的工作所必需要的啊 然后又有很多学生问不同的股票 然后我又必须要知道一下 这些公司发生的动态啊 so但是就分得比较开了 分得比较开的就是我很多做的一些研究呢 呃他未必是我要用的那种投资策略 或者我要买的股票来的 就我自己分分的清楚了 所以那些我看到的很多消息的股票 他升上来了 那我没有买到 我现在呢就失怀很多了 对不对啊佛系很多了啊 以前啊很多烦老师的时候呢 我就每一个股我都要去烦一下的啊 现在我的三千烦老师都掉到七七八八了 所以我就我就佛系啊佛系做股票去了 呃变得没有那么的进取 就变得啊这个被动中大有主动啊 so我我们自己的送大的学员就知道 我在讲那个以守为公的那个做法了啊 以公为守的做法呢就变少了 啊OK啊这个是我的一些改变 那么今晚我们要讲的这个 关系到如何知道自己有没有在 一个高胜算的状态底下去投资股票啊 也跟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如果一直有在我们这边星期二来学习的同学们 你们听了听了不同的一些做法 就是每隔几个星期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些 可能可以归纳总结 帮助大家融会贯通的那些讲解 所以今晚就是这种情况了啊 今晚就是会牵涉到之前讲的一些理解 然后我们就来啊运用一下在我们的真实的啊 决策体系里面那首先我们讲的如果投资跟投机 投机就是炒股票呢什么股票生的你都要买一买的啊 或者说有朋友一跟你讲喂什么什么股票啊 听说要炒我哇你耳朵马上竖起来啊 是不是真的啊是不是有抗头啊每次你就好 非常非常不希望错过任何一个机会 等那种你的很非常非常的叫做饥饿啊 ok hungry for所有的就是股市里面的所有的机会 你都饥渴的不得了对吗 说恨不得他是这个马上就扑上去的那种 这个情况呢很多在股市里面的新手呢会发生 这个是一定要提防的啊提防啊因为你就很多时候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能够理解啊我来到股市的时候 其实我还就我我懵懵懂懂的状态 我又不知道怎么样去找股票 然后我就这边听听那边听听一旦有人跟我讲 哇这个顶的一定行啊拍胸口跟我讲的那种 那我就会自然哎我没有听过有人 哇这么的嗡的我跟我讲到那这个应该是好机会了 哇如果这个是一我一睡下去就能够买就能够涨上来 给我涨多多的哇我就好歇了了 so这样子的股票啊我作为一个新手啊 哇呀太幸运了对吗你马上啊脑补很多的画面 你在这个股票身上赚了大钱啊你买了之后它 然后你就马上take profit了然后又买这个买那个奖励自己吃炖好的啊 你就很容易一就是听到一点点的哎呀机会啊 康陶啊你就整个人啊那个毛管都竖起来的那种状态 很容易被换那个你的那个饥渴对于机会的那种饥渴很容易被唤醒 OK很多朋友刚进来股市它是这种battern的 因为他还没有一套自己可以看得到where is the money 自己可以看得到机会会在什么情况底下出现 这种机制他没有所以他就很渴望任何人跟他讲这个行 OK那我就睡下去了啦每次讲这种话的朋友呢通常就是 还没有自己的那个寻找机会的那个捕捞器的 我现在就是在这边经常跟大家讲这些东西那大家教我一生老师对吧 那我肯定过了那个阶段那我们就是教股市里面的投资者怎么去寻找机会啊 避开风险寻找机会啊对吧我们教的方法是用来捕捉机会的去好像一个放大镜这样子对吧 去scan一下就是你放所有的条件进去这个放大镜里面 scan一下这个股票是不是我要的那种机会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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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这个有八成像了OK有八九成像了这种机会我们定住他找机会我们就出手 现在是这种battern的所以你有没有那个去过滤机会判断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一个 我们叫做选股的体系咯投资决策的体系咯对吗那个是整套武功来的 所以呢你现在问我啊我的情况我自己对比以前我的那种啊 就人家一跟我讲某个股票的名字哇这个行啊我就有生理反应的那种 跟现在呢哇什么时候都是寡欲清新的状态对吗老增入定的那种情况啊 以前我的学生以前讲到很多年前了我们的学生打电话来office 以前还很流行打电话来office的啊找陈建老师啊 这样子啊老师我有一个 逆幕消息哦OK在电话里面讲的啊 说这个什么什么股票会有什么什么动作啊这样子的 老师你也买一点啊哎呀啊这种这种这种老师你也买一点啊这种邀请啊 以前我收了不少的哈哈哈但是但是我当然是很醒目的啊 我肯定是观察的嘛还没这么点啊对不对啊 所以那这有一点我蛮骄傲的有一点我蛮骄傲的啊 对于这些内幕消息呢我一概是采取不相信啊 对于这些内幕消息我自己呢是一律采取不做任何动作啊 so对哦对哦这十几年下来的话哎我还是能够保得住我的这个 争折排放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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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OK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呢 那我很坦白告诉你们我听太多这些内幕消息啊我里面有人啊啊 后面发生的事情呢大部分都是陷阱来了 嗯大部分都是啊当然也有一些准到不得了的内幕消息啊我听过的准到呢几年后呢 这个学生跟我讲他收到了证券委员会的那个调查啊准到这种程度的也发生过 所以说当然我也是没有买啊但是当学生跟我这样子讲的时候啊哎老师你也买一点啊哈哈哈哈哈哈啊 然后他们有时候开玩笑老师你不要这么重手啊 so这些东西啊 我们听过啊但是真的好彩好彩我没有啊任何的一次的这个出手可能是啊 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吧呃我骄傲了以前的我很骄傲啊我会我会只相信自己的判断 只相信自己找的啊的那种啊的那种是是以前我我没有现在这么的呃笑容灿烂的 以前我都还有过LCLY的那种年代的啊 so以前我是很自负的啊所以呃就我不会随便听人家的那个那个那个消息的 我会觉得呃就人家叫我一声老师我还要听你的那个tipsy我自己不会找股票啊我逮拔啊对吧 这样子的可能是这种这种情况令到我呢没有踩到任何一次这样子的这些呃所谓的消息型的股票身上 那么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呢就是呃讲讲些以前跟现在的心理变化啊 so当我们经验浅的时候呢 人家跟你讲这个消息这个股票行的话你很容易有生理反应 但是现在呢现在呢就我基本上全免疫了 哈哈哈基本上全免疫了so只要那个那个股票不是我不是我的那杯茶啊 not my cup of tea的话呢我就不会有反应的了 啊主要因为我走太多冤枉路了我不想再带着我的资金再去游花园 以及再去浪费时间嗯so希望这些呃过去的故事过去的这个心得聊起来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 ok呃没有什么教大家呃具体的技巧跟方法只是讲讲给大家听我经历过的这些东西啊 然后就希望大家不要浪费时间以及不要冒那些不必要的风险啊 所以很多时候当就是我我又讲一讲呢忍不住又讲一讲我收到的那些所谓的消息的时候 我有时候回去查一下哇都不懂第几手了不懂第几手了就是有时候同一个股票会有超过两个甚至超过三个学生来跟我讲老师我有消息啊这个股票什么什么什么啊三个人讲的东西啊 都一样的然后三个人都跟我讲啊这个是内幕消息啊不要跟别人讲啊 so已经是第三个人来message给我了啊so这个消息都不容在外面传到啊方圆几多几多公里以外去了啊so这种机会呢就通常都fully reflect的了通常都price in的了啊 啊我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况啊那么这个这个什么里面有人的那些呢就啊还有就亲戚在里面啊是公司的老板啊那些啊都是不要这么容易的相信哦 因为我们也见过很多的啊就是当那个老板要出票的时候 是可以六亲不认的吧也见过这种情况啊so 所以不是说随时随着亲戚就代表你在这个股票身上就能够赢钱的哦啊那讲了那么多讲了那么多那那我们靠什么东西呢我们靠什么东西呢在啊中大这一边呢我们李永安老师呢每次都跟我们的学员呢呃做一些价值投资的铺垫的时候呢都会讲到的 在股市我们想赚钱作为一个普通人像你跟我这样子普通人 我们可以赚钱凭着的东西就我们凭什么啊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我对吗那我们凭什么在股市里面赚钱呢往往呢是会有四个方面你可以去电量一下你满不满足这些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你有没有资源 我们下期再见